哈囉,大家好,我是Kiwi 今天又要來拆芒荷啦 今天要拆的是52Toys的 Lovely營火森林系列 好,我們現在已經拆封完畢 那這一套Lovely營火系列 我是直接在淘寶上面預購的 所以這一次它有送貼紙 每一隻都很可愛 然後還有送兩個鑰匙圈 一個是封面款,一個是梅莉雅兔 那這一次的Lovely營火系列 它一共有8個基礎款再加一個異色 還有一個隱藏款 那它的異色就是梅莉雅兔藍色的 那它這一次很特別的是 封面款這隻營火蟲是夜光的 所以它的屁股會發亮喔 那我們就先從手邊這一盒開始拆吧 好,我們第一隻拆到的是紫薯松松 那紫薯松松的話 它這一隻整隻是紫色色調的 那它頭上這個松鼠的耳朵是可以拿下來的 那它可以跟它的小松鼠夥伴 做一個交換,可以放在頭上 那小松鼠還有它的耳朵 那它還有它手上的松果還有尾巴 全部整個都是紫蓉的 那它還有很可愛的一個半透明的小褲褲 好,我們開下一隻 好,我們下一隻 這隻開到的是螢火蟲花蟻 但它頭上這邊還有做這個防護 骨子這邊也有 它整體造型的話是一個綠黃漸變 它手上還拿著很可愛的小花 那屁股這個地方呢其實它是夜光的 整體非常的可愛 那種晚上夜晚很寧靜很peace的感覺 好,我們下一個 好,我們下一隻開到的是草莓兔梅莉亞紅 那這一隻的話它整體是一個粉紅色色調 那手上還抱著一隻兔寶寶 然後身上有很可愛的小草莓 所以整體化身一個女博妝的裝扮 它後面的話還有一個大蝴蝶結 整體的色調非常的柔和 非常溫暖而且可愛 接著是我們的草莓兔梅莉亞藍異色款 那它這一隻的話跟普通款的最大不同是 它的這個帽子旁邊 還有它的兔子還有耳朵 它是整個是做植蓉的 那它整體的色調的話就是一個 藍、黃、綠、漸變 那這一隻跟普通款的一個給人家的感覺 我覺得最大的不同就是 它這個是有一種在那種金金草地上面 遊玩很放鬆的感覺 好我們開下一個 好我們下一個開到的是小花露露露莉 那這一隻小花露露露莉的話 它整個是一個黃綠色的劍變 那身上的話有很可愛的小蝴蝶 衣服的話這個裙子呢是花瓣 然後是有點像果凍感覺的材質 那後面這個蝴蝶的話它是可以打下來的 它可以跟隱藏館的大蝴蝶 兩個做交換 它這邊眼睛這邊還有一個小雷滴 整體的感覺是非常非常的可愛 好我們接著拆下一隻 好我們接下來開到的是蜜蜂嗡嗡 那這一隻小蜜蜂的話 它頭上的觸鬚還有臉旁邊的這一圈 白色的帽兜的外圍 它全部都是做植蓉的 那它腳上的話是踩在一攤的蜂蜜上 手上還拿著蜂蜜罐 那後面有很可愛的小翅膀 還有小蜂蜜的尾巴還有那個針 是蜜蜂采對 看起來是非常辛勤工作的小蜜蜂 好我們接著開下一隻 好我們下一隻開到的是蘑菇兔咕嚕嚕 那這一隻咕嚕嚕的話呢 它全身是被一個蘑菇罩著的 那手上拿著一個小花籃 感覺像是剛去採完花 那後面這邊還有一個小兔子尾巴 整體的造型也是非常的可愛 好我們開下一隻 好我們下一隻開到的是狼仔臥福 那這一隻狼的話呢 它全身是一個藍色的色調 看起來非常的高冷 但它在高冷之中呢 也不失可愛的元素 因為它後面這邊也有一個 見面色珠光的蝴蝶結 還有小披風 那手上是拿著弓箭 還有劍 好我們開最後一隻 那現在的話就剩下狐狸還有隱藏款沒有開到 那因為這一隻呢 是最重的一隻 那我們來看看到底是狐狸還是隱藏款咯 好我們最後一隻開到的是狐狸小福利 那這一隻的話呢 它耳朵這邊的話是有做兩個小毛球 那身上的話呢 有一個很可愛的果凍色披風 手上拿著一個玫瑰花 那它的屁風上面還有很可愛的小猩猩 這一隻看起來也是非常乖巧的小狐狸 那這一次LOVELY螢火森林系列的開箱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自己最喜歡呢 是最右邊的小鹿 還有封面款的螢火蟲 不曉得你們喜歡哪一款呢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分享以及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